歡迎區域鎖定10點不一樣 我是請林謙 南投草屯發生槍擊命案 命案地點有兩處 凶手持槍闖入民宅跟生計公司 連續巢人5人開槍 造成4死1重傷 好 畫面中看到的是 救護車急衝命案現場 南投一家生計公司遭歹徒持槍闖入 殺5個人 集中4個人死亡 而老闆賴姓男子 他雖然頭部中彈 但還有生命跡象 消防隊員趕緊幫他指寫 抬上單架要送醫治療 畫面中還能看到老闆舉起右手 捂著自己受傷的頭部 還有意識 送醫後再轉送台中容總急救 不過在送醫過程當中也出現了插曲 因為老闆被送往右鳴醫院的時候 先做了篩檢 發現他確診 後續再轉容總治療 而這起槍擊凶殺案件 一共有兩個地點 不只在草屯的這家生計公司 有3個人被殺害 一開始在5點之前 其實嫌犯是先到20公尺外 一個民宅裡頭 先殺害了生計公司老闆的弟弟 和一名男員工 之後再趁生計公司下班時間 大門敞開 嫌犯入內說要找老闆 就這樣控制了員工們的行動 那進來的時候他沒有講什麼話 還是沒有 完全沒有 就讓他槍叫我們進去 進去 就幫我們關到廁所裡面去 那你沒有 他車子裡面完畢就幫我們的手機 全部握收 警方到場嫌犯已經逃逸 不過掌握到了一名60歲的男子 發現他戴著帽子騎車離開 已經巡線要抓人 釐清案情 這起命案就發生在今天下午5點左右 兇手鎖定的對象 似乎就是這生計公司的老闆 和家人以及員工 包括老闆頭部受傷 另外死亡的包括了老闆的弟弟 老闆的女兒 以及兩名公司裡頭的幹部 但為什麼會發生這起槍擊案 嫌犯跟這家生計公司 又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目前警方因為還沒抓到人 也無法釐清 以上是我們講過到的 想要的資訊 鏡頭交換捧令 南部天氣悶熱 14號白天在高雄 台南卻有禁千戶停電 而且竟然都是跟車禍有關 行車介錄器拍下 車身開到一半 前方是綠燈 卻慢慢減速 一下往左偏 跨到雙百線上 一下往右 接著就朝電箱撞了上去 車身一度倒了45度又回震 附近住戶外出 一看才發現 肇事的竟然是一輛巡邏警車 目前了解應該只是單純的身體 不是那也有請 就是分隊做酒測 那也沒有酒駕的情勢 年僅34歲的高姓園警 在錦佑分局交通分隊任職 14號早上開車到一半 突然身體不舒服 不小心撞上電箱 還好人沒事 已經回對上休息 不過周邊760戶居民 可就倒楣了 奇怪怎麼沒人沒人停 我叫他 我叫他 算換而已 哎呦我太天這麼久 停電 你看等一下會復電啊 不然就是去附近公園 玩一玩這樣 那中午的天氣真的好熱 但電燈電扇冷氣通通開不了 實在很無難 另外在高雄大樹區 同樣有100多戶 沒電可用 原來有一輛拖板車 轉彎時以為頭過身就過 沒想到車斗上面的機械 直接把堅實器撞歪 這輛拖板車在過彎時 司機只注意到了車身有沒有通過 卻忘了上面的路面刨除機 已經超過車身 因此攔腰撞斷電線桿 電線桿被折斷後露出白色水泥 只靠一旁的電線撐著 肇事的拖板車重達20噸 上面載著路面刨除機機身加履帶 長約16.9公尺 高度4.8公尺 轉彎時刨除機的機身撞上電桿 造成100多戶停電 台南高雄近1000戶的住戶們 熱了大半個下午 兩起意外正好都是車禍 導致台電緊急派人搶修 損害賠償的部分 也會由台電向當事人請求 警局前酒駕當場被抓 這是新北市一名男子 日前陪老闆到派出所報案 由於他們的車子 停在紅線又是轉彎處 原警請他們移到旁邊的停車格 沒想到員工才剛起步 就撞歪路旁消防栓 一側發現酒測值竟然高達0.66 觸犯公共危險罪 當場被抓 噴噴酒精坐了下來 穿深色上映的男子 是一間工廠的老闆 公司發生意外 請警察來幫忙 只是貨車微停在警局門口 實在是不太好 請員工幫忙移動一下 結果才剛啟動 碰的一聲傳出巨響 員工回頭一看 慘了 裴老闆來坐筆錄 車子就停在派出所門口 但這裡剛好是紅線 還是轉彎處 警方請他們稍微移一下 結果一個不小心撞歪了消防栓 水當場噴出來 消防栓被撞歪 成了地面噴泉 原警請闖禍男子立刻下車 依照規定要實施韭策 我叫你停再停啊 要不要聽到我的話 吹了不夠繼續再吹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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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 0.66快破 糟糕一個車前一個晚上喝酒的秘密 當場露現 警方調查這兩個人 當初來新北市文盛派出所 工程要報案作筆錄 是老闆開的車 員工陪同在旁邊 後來因為車子微停 59歲朱姓男子 才幫忙把車子往前撸 要停進右轉彎的停車格 偏偏角度沒有算準 發生差狀 酒色值0.66超標 成了公共危險的現行犯 如今更遭法院判處 兩個月有期徒刑 並科罰金1萬元 荒唐下肚 無論如何 千萬不要坐進駕駛座 一個不小心的失誤 把自己送進警局 提問張秀仁李傑 新聞想不到 國際焦點來關注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遇刺身亡 當天的救護無線電通訊記錄 在今天曝光 在案發三分鐘後 醫護通報有高齡男子 遭到槍擊心肺停止 送醫過程當中還不斷高喊 頸部有槍傷 但是並沒有提到受害者 就是安倍晉三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傍晚宣布將在秋天 為安倍執行國葬 日本戰後只有第一位首相 極田茂享受這個柔疏柔 安倍晉三八號在奈良街頭演說 遭到槍擊身亡 日本共同社獨家取得 當時負責現場急救的奈良市消防局 無線電通訊記錄 顯示在槍聲響起的11點32分 奈良消防總部就通報有加害事故 要求救護車出動 三分鐘後說明有高齡男子遭到槍擊 呈現心肺停止的狀態 接著首批救難人員抵達現場 37分的時候有回報 是在自民黨參議員候選人的演說會場 但都沒有特別說明受害者 就是安倍晉三 槍擊過後約10分鐘 安倍晉三在43分被抬上了救護車 兩分鐘後救護車出發 前往跟救護直升機會合 中午12點12分 安倍晉三由直升機送抵 奈良縣立一大醫院 負責急救的醫師表示 安倍晉三有多處都在大量失血 根本無法止住 經過四五個小時的搶救 輸血超過了100袋 也就是2萬CC 但也只能控制住主動脈的流血 最終還是無法救揮安倍 於下午5點03分 在夫人安倍昭惠的同意後 宣告不致 兇賢山上徹野公稱 因為怨恨母親信奉統一教 賣土地捐錢 甚至破產了還繼續捐 所以計畫刺殺跟統一教 關係密切的安倍晉三 日媒報導 山上徹野的母親 接受奈良縣警方調查後 首度對外發聲 說自己的兒子 引起這麼嚴重的事件 他感到十分抱歉 但是絕口不提統一教 安倍晉三街頭演說 卻遭槍手從背後近距離射殺 警方維安工作暴露重大缺失 日本警察廳成立了調查小組 針對三大缺失希望進行改善 第一是安倍晉三背後的維安 警力不足 第二是槍手第一槍擊發後 旁邊的人應變太慢 第三是重要人士的維安工作 竟然只委託地方縣市警局 負責籌備 安倍晉三是日本縣政史上 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 獲得國際社會高度評價 他的奏勢 日本國內外同感哀悼 現任首相安田文雄 週四宣布將在秋天為安倍晉三 舉辦國葬 成為日本戰後第二位 獲得國葬殊榮的前首相 安田文雄表示 安倍晉三在311大地震的時候 振興了日本經濟 主導美日關係發展 在外交上取得豐碩成果 舉行國葬不只是尊崇哀悼 也展現日本不會向暴力屈服 堅定維護民主的決心 TVBS新聞 余思寅綜合報導 好 要再從安倍晉三被槍擊 身亡的事件 再來看日本激起重大社會案件 探討嫌犯的犯罪心理 詳細電容交易資訊記者 張雨昕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刺殺身亡 經濟狀況差單身 他對診所還有其他的病患有負面的情緒 跟裡頭的人似乎也沒有實際上的糾葛 另外京都很有名的金阿尼動畫事務所遭縱火造成36死 這起案件兇嫌說是因為他們暴用小說 但事務所後來否認 他說根本就沒有抄襲的這個情形 所以日本的專家認為 這三起事件被害的都是憤怒的替代品 可能跟這個兇嫌其實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而日本的專家還認為 可能這些人的不滿跟當地的經濟 30年工資沒有漲可能也有關係 另外就是他們認為說 其實日本應該要成為一個 可以聽得到這些底層或這些弱勢球員 聽得到SOS的社會是很重要的 安倍晉三的奏勢 自民黨內部的勢力也重新洗牌 以安倍為首的親和會 為了避免群龍無首 現在傳出改采七人小組集體領導 希望維持安倍在黨內的影響力 而另外跟安倍有深厚情誼的 眾議員菅義偉接受主播專訪的時候說 希望自己跟安倍呼吸同樣的空氣 這一席話讓主播哭到問不下去 全碰全跟居民打招呼 當過兩任首相的安倍晉三 沒有架子超級親民 在國人眼中就是位和蔼慈祥的老爺爺 面對選民來者不拒 積極替自民黨拉抬參議院選情 身為自民黨最大派系清和會會長 再加上前首相光環加持 當然是黨內最佳助選員 大家都想找他造勢安倍形成滿黨 突然走勢也讓自民黨面臨全力洗牌 自民黨內派系林立 以安倍為首的清和會 國會議員多達94人 第二大的是茂木派的平成研究會 另外還有現任首相岸田文雄 成為代表的洪池會 志工會等等 過去清和會由八人小組組長 會長安倍晉三 包括兩名會長代理副會長 事務總長等等 為了避免陷入群龍無首的窘境 其他七人成立協議機制 用集體領導的方式運作 由七人當中最年長及眾議員 當選次數最多的嚴骨力擔任代表 還記得安倍遇刺當天 原本要前往沖繩助選的眾議員 菅義偉立刻趕往內涼 畢竟兩人有著深厚的奮鬥情誼 2006年9月安倍晉三首次當選首相 菅義偉就被任命為總務大臣 後來當安倍二度任首相時 菅義偉被任命為內閣官房長官 這一座就長達七年八個月 號稱最強副首 後來也順利接班安倍當首相 雖然任期沒多久 但深受安倍影響 如今發生惡耗 菅義偉憔悴接受專訪時透露 很怕有什麼萬一 希望自己能與安倍呼吸相同的空氣 聽到這連主播都忍不住哽咽 接著菅義偉再說 安倍是怕寂寞的人 才會第一時間趕去奈良 想待在他身邊 觀眾聽了心也揪在一塊 他也透露目前不考慮成立新派系 隨著安倍晉三逝世 他今年最後的演講畫面也被翻出來 不少日本網友邊哭邊看 向晉級大選手 僅4000名畢業生演講 安倍用第一次執政失敗的經驗 勉勵大家從失敗中站起來 大家也在這次長生的失敗 失敗是失敗的 所以人們也不一定會失敗 但重要的是 從此開始立起 不少日本網友被這一席話深深感動 影片觀看次數已經破215萬 安倍勵志又安撫人們的力量 將繼續活在國民心中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台灣民眾普遍也都是非常喜歡 安倍晉三的 為什麼呢 再交給允熙 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過世之後 不少台灣人都覺得很遺憾 英國媒體BBC 他也關注到這件事 他說台灣人相當相當的關注 安倍晉三過世 包括政府降半期 還有在日本台灣交流學會 有4000人前去悼念 副總團賴清德也以親友的身份 到日本來參加葬禮 他們認為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台日之間有強烈的情感 可能的原因包括了 台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有歷史的因素 再來就是民間的互動的部分 包括日本的311大地震 台灣捐款最多 現在還有很多日本人 是相當感動的 再來就是體育競賽的時候 很多時候台日對上了 也都是先禮後兵 自然也有安倍的因素了 安倍是相當挺台的 包括安倍曾經說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另外他抗中清台的立場 相當鮮明 包括他曾經提出自由印太的概念 這個Indo Pacific這個理念 也是安倍先提出 而美國的川普才跟進的 在安倍過世之後的這個時代 日本接下來會怎麼走呢 專家認為說 日本抗中的路線 應該是大致抵近的 不過在清台的部分 其實安倍是保守派的 而目前的首相 岸田文雄是自由派的 雙方立場還是有些不一樣 是不是有可能微調 就是大家接下來還要關注的 日圓扁到了25年來的新低 反映在物價上 同樣一杯連鎖品牌的咖啡 換算成台幣台灣賣135元 但是日本賣108元 等於是打了8折 從拉麵到凍飯全部都如此 但是對於生活在日本的人來說 就感覺東西是越來越貴了 原因是消費稅不斷的調升 而且部分企業感受到的通膨壓力 不得不棄手動漲防線 日本超市真的是你各位哈日族的回憶殺 架上的日式綠茶奶茶特價定時便當 看了又想去日本了 日本平價消費物超所值 在早稻田大學年研究所的林建如很有感 最近因為搬家的關係 所以我就是買了一套就是新的家庭用品 其中包含了冰箱洗衣機跟微波爐 那我買的是中古品 那這三樣加起來的話大概是一萬三台幣左右 以東京都來說它最低食心是1041日元 那星巴克如果一杯美式的話落在四五百塊 所以其實你打工一小時就可以喝兩杯星巴克 午餐直接從便利商店解決 在大阪從事貿易業的邱小姐也異口同聲 一小時薪水可以吃上兩餐 相對來說在台灣就很難辦到 這到底是因為日本薪水太高 還是東西太便宜 台日的物價差在哪裡 舉幾個例子帶您來看看 像是一蘭拉麵在台灣一碗賣兩百八十八元 日本的價格折合台幣是兩百零五元 我手上的這杯大杯熱拿鐵 台灣賣一百三十五元 日本的價格折合台幣是一百零八元 至於豬肉滿福寶 台灣賣四十八元 日本的價格折合台幣則是二十九元 全都換算成台幣壽司狼 台灣每盤四十元 日本二十四元 企業家牛丼台灣一百二十元 日本九十四元 物價便宜跟日元扁到二十五年來新低 脫不了關係 從去年到現在一直呈現持續下跌的狀況 企業他們不太流行漲價這件事情 他們會比較注重比較長期的信用買賣關係 沒有辦法轉嫁給消費者的時候 當然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個當然是企業可能自己要吞下來 或者是他一定要cost control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轉嫁呢 其實又碰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日本的年輕人 甚至是中壯年 他們的薪資已經十多年包括大學的起薪等等都沒有在變化 日本大學BA生薪水過去十年幾乎沒變 二十二萬日元起跳 東扣西扣十拿大概十五萬 換算台幣是三萬二左右 民眾薪水沒漲 大部分企業也不敢調漲商品售價 但烏額戰爭引發全球通膨 在地產業從餐飲到3C開始棄手動漲防線 日本調查公司數據顯示 預計七月約有一千六百種食品將漲價 當地人對漲價的敏感神經 顯示在日本央行問卷調查上 百分之八十七點一的民眾認為 一年後物價將上漲 預期漲幅平均為百分之八點三 但如果通膨原因是來自進口成本增加 企業利潤沒增加更不可能加薪 恐怕造成新的衝擊 無法活絡消費市場 日本的經濟正走在十字路口 TVBS新聞 于心漢王后宇台北採訪報導 這次還要來關注的就是 環泰軍演進入了實戰驗證階段了 其中以美軍陸戰隊為首的 多國聯合兩棲登陸正在進行當中 TVBS獨家直擊 他們在最後總驗收之前 反覆進行建案運動的畫面 接下來還將搭配艦載直升機 驗證三棲垂直登陸戰術 AAV拐兩棲突擊車 車身上大大的韓文字 標示出這支部隊 正是來自我們的東亞鄰居南韓 TVBS團隊採訪環泰軍演 帶您獨家直擊精彩畫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韓國的海軍陸戰隊 跟美軍進行兩棲登陸演習 而現在他們的AAV拐兩棲突擊車正要往灘岸上方集結 這邊的灘岸 現在美韓聯軍正在執行正規載具兩棲攻擊 另一頭非正規的交州突擊 同步上演 搭乘快艇衝擊搶攤 一遍不夠再一遍 目前以美軍為首的多國兩棲聯軍 正在如火如荼加緊訓練 準備在月底的兩棲作戰總驗收 執行全規模兵力驗證 兩棲登陸極其複雜 屬於高難度的作戰形式 搶灘時機還必須搭配潮汐起伏 否則整體艦隊將面臨極大風險 因此目前美軍與多國聯軍 就是反覆驗證建案運動 讓行動細節萬無一失 聯合兩棲登陸演習 將以美軍陸戰隊為首 在七月底的時候 集結多國的陸戰隊員 一起登上美軍的 胡蜂級兩棲突擊艦 到時候除了有直升機 還有兩棲載具 共同發起海空的登陸演習 這樣立體維度的三棲攻擊 可以執行快速躲島 趨速佔據有力位置 恰巧驗證美軍最新銳的跳島戰術 也就是以陸戰隊 濱海戰鬥團 在第一島鏈機動部署 五個類反艦火力 全面封鎖共軍艦隊 即便美軍高層再三強調 環太軍演從不針對任何國家 但戰術行動的想定目標 卻再明顯不過 TVBS新聞林雅南陳佑祥 顧上軍夏威夷報導 環太軍演登場被解讀劍指中共 而北京近期不斷升級灰色地帶的威脅 其中對於台灣的影響很大 美國東西方中心的學者則認為 台灣可以選擇性的應對 也能採用相同的方法反制對岸 台灣的學者對於這個說法則是憂心 很容易擦槍走火 美軍航空母艦林肯浩日前使出珍珠港 美方主導環太軍演加強與印太夥伴合作 收訪的美國學者點名 台灣是第一島鏈的重點之一 只是面對日語俱增來自對岸的灰色地帶威脅怎麼辦 學者建議反制但要用什麼方法 也就是把海巡準軍事化 這種也是一種灰色地帶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台灣目前並不是都沒有回應 但台灣回應的相對是比較小範圍 台灣的專家也是僅灰色地帶 容易發生擦槍走火 兩岸關係將是兵電 一來若真缺乏熱線 二來台灣恐怕面臨的還有中美角力的壓力 如果美國做出相對應的回應 台灣當然可以做出相對應的這個配合 可是如果美方並沒有做出特別的回應 台灣要強出頭 台灣要特別去強調說 我們在歸仲 我們受到了傷害 可是不等美國的這個反應 台灣就直接來做動作 那就要考慮 不是不行 但是就要考慮我們自己的實力 大威脅再也不是非黑即白 國內外學者聚焦台灣安全 確實得多同盤思考 TVB的新聞李亞南辰 有詳谷商君 劉婷婷下位報導 這需要用給您美股的最新消息 美股延續前一天收跌 稍早開盤三大指數呢 就是全面下挫的 道瓊一度跌超過了600點跌幅 將近2% 而納斯特指數呢 跟標普500指數跌幅 也都超過1.5% 今天下跌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開盤前摩根大通 還有摩根史丹利紛紛公布財報 獲利不如預期 其中摩根大通第二季的獲利 更是大減了28% 好我們繼續再來關注的 就是通膨的問題了 那麼現在呢 可以說美國六月的通膨率呢 飆高到9.1% 創下40年的新高 其中能源指數年增 41.6% 漲勢相當的驚人 現在市場就憂心 美國聯準會會為了一直通膨 月底很可能一口氣再升息四馬 而歐洲同步面臨經濟衰退的隱憂 歐元對美元的匯率甚至跌破1比1 也就是現在歐元比美金還要便宜 正在歐洲旅遊的美國遊客 在巴黎品牌店大肆必血貧 這名白髮蒼蒼的老婦走遍各大超市 只為了尋找便宜一點的商品 因為他的老公罹患失智症 而通膨惡化讓他的生活負擔更加沉重 美國通膨率6月起大幅飆升 部分地區像巴爾地摩 邁阿密亞特蘭大鳳凰城還有阿拉斯加通膨率 早就超過10% 至於美國整體的通膨率則飆破9.1% 創下40年新高 根據統計 美國伙食開銷年漲12.2% 住房費也上升5.6% 但最驚人的 恐怕還是漲幅達到41.6%的能源價格 這種情況迫使民眾花錢時得面臨抉擇 有些人無奈減少醫療開銷 甚至找食物銀行幫忙 就怕未來連三餐都有問題 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上個月創下新低 最新民調顯示 將近42%的美國人面臨財務困難 比去年高出兩倍之多 另外高達85%的民眾擔心經濟還會更糟 全球飽受通膨索苦 加拿大央行13號一口氣宣布升息四碼 比市場原先預測的三碼還要高 而隨著聯準會可能快速升息 歐元對美元的匯率13號在扁破平價 但這個消息倒是讓正在歐洲旅遊的美國觀光客 笑得何不龍嘴 不少遊客把握機會前往巴黎的名牌店寫拼 相比之下在美國旅遊的法國觀光客 感覺花費又變高 經濟衰退的隱憂升高 也使得歐洲股市週四開盤全面走跌 到底該怎麼化解這波通膨危機 持續成為全球政府的頭痛難題 TVN新聞綜合報導 韓國的狀況也是這樣 近期物價狂飆不少餐飲業者紛紛漲價 通膨甚至創下24年來的新高 甚至最平民的炸醬麵也要價近1萬韓元 相當於台幣近300元了 步入萬元時代 專家就分析了韓國工業產品 農產品及能源費用通通上漲 反映國際原物料成本持續攀升 蝦仁啊 魷魚啊 然後就是很多豐富的蔬菜 將海鮮煎餅壓扁鋪平 不時晃鍋翻面才能煎到兩面焦香 有著滿滿海鮮量外 麵粉當然也少不了 我們的粉啊 煎餅粉啊 也是都是韓國的煎餅粉 然後我們現在用的是 煎餅粉和醋砂粉 又是都是國外進口進來的 現在目前國內 漲了30%的麵粉價格 老闆不免抱怨 因為韓國的原物料真的越來越貴 劉成家從事餐飲業超過20年 他說這次通膨最嚴重 甜麵醬 辣椒粉等調味用品 都漲了15%到30%左右 畢業長30% 可是韓國料理沒有泡菜怎麼辦 沒有辣椒粉怎麼辦 韓國現在目前是原物料漲得不行 然後人事費用漲得很高 然後現在很多餐廳都熬不下去 韓國民眾生活壓力越來越大 南韓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較去年6月上漲了6% 創下近24年新高 當地原物料和街頭美食價格也飆漲 國民美食冷麵價格大漲8.1% 突破了1萬韓元 牛骨湯也平均漲了12.2% 南韓最近飽受通膨之苦 該怎麼省錢成為當地人最關心的話題 上班族開始改買外帶便當 因為上餐廳吃飯往往都要花超過1萬韓元 像是這盒飯捲餐盒呢 平均價格4-5000韓元 換算臺幣約100多塊 比起上餐廳吃飯價格省了一半 外食飆漲確實在南韓當地發生 民眾更擔憂的是物價會不會越來越高 韓國的央行它目前的升息幅度 是比我們央行大 那也就是說現在看起來韓國 韓元跟美元之間的利差 其實在未來的話 可能也沒有台幣跟美元利差 那麼樣的顯著 那因此對未來韓元的匯價 應該有所支撐 那足以來因應這種所謂輸入性通膨 那韓國呢雖然通膨但韓國過去升息了五次 但是每次只有一碼 所以呢這個通膨的企業沒有辦法壓下來 我們這個叫通膨的預期心是很高的 所以整個情況看起來通膨 算期內不容易結束 根據韓國經濟研究院即日發布的報告 韓國勞工平均年薪從2000年的29238美元 漲到2020年的41960美元 漲了43.5% 但薪資調漲了 卻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專家也指出韓國通膨若一直降不下來 民眾的消費力道會漸漸減弱 步入萬元時代市井小迷的生活 只會越難越難熬 TVBS新聞李偉華劉彥宣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